评说评论 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楚国 楚庄王大刀阔斧的加强王权 动了若傲家族的奶酪 虽然杜娇还是另影 也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另影 但他很可能被边缘化 或者将被拿掉 总之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 心怀不满 一般人心怀不满 他也只能心怀不满 发发牢骚 但他斗交是有实权有实力的人 因此他要搏一把 实际上说 人祸禅于王孔朱 反攻王 也有人说他想干掉楚庄王自己当王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大可能的 他的家族从楚武王的爷爷那里已经拐弯 离正统的王族越来越远 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大可能当王的 更大的可能是 他想继续控制朝政 掌握失权 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楚庄王 然后另立新的楚王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斗交觉得他受到别人的诬陷 害怕被楚庄王政治清算 总之 他发动了政变 趁楚庄王问鼎中原之时 他囚禁了政敌 鬼谷 然后杀了他 带着家族武装 直接反叛 楚庄王得知斗交反叛 知道若傲家族不好惹 便派苏崇去讲和 很有良心 也很有计谋的说 斗氏一家 对于楚国有大功 宁肯是斗交负我 我不会负斗交 开出了几乎 近乎耻辱的条件 以楚国三王 也就是文王 陈王 沐王 之子作为人质 作为与斗交谈判的条件 当然了 这也很有可能 是缓兵之计 对于楚庄王开出的条件 斗交根本就不理会 或许他以为 或许他以为楚庄王已经是囊中之物 更大的可能是 他也算得上是江湖老手 甚至政坛上的人说的话有多少可信的 耍小孩可以 耍他斗交 不行 因此他断然拒绝 楚庄王的条件 楚庄王只能一战 7月初九 楚庄王带兵与斗交的若敖家族亲兵 在湖北省襄阳西决战 斗交是见过世面的 打过大仗 带领叛军的猛攻楚庄王的军队 左传用了一定的篇幅 描写了这场战争的场面 说斗交用剑射楚庄王 力量强而剑簇锋锋利 剑飞过车员 穿过骨架 射在铜针上 然后又射一剑 飞过车员 透过车盖 斗交向楚庄王连射两剑 都差之好理 楚王军士卒呢 看到斗交如此骄勇 有点胆怯 开始退却 与此同时 若敖军呢 军事大阵 楚庄王当然知道士气的重要 为了挽回低落的士气 危机时刻 他派人在军队里 到处喊着说 我们的先军文王攻克西国 得到三支神剑 斗交偷去了两支 现在已经用完了 这一下把斗交的威猛就化解了 他那么威猛 是因为有神剑 现在神剑没了 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然后 楚庄王下令 击鼓进军 鼓 是与心跳最为接近的身影 有节奏的鼓声 最能提振人心 因此 有鼓舞士气一说 在鼓声中 储君最终消灭了若敖士 而有些文献 则描写的更具体 并将楚庄王的胜利 归功于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神剑手 养油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